定载运通 人音有本无所聚 树音有根不动摇 大家好 我是任俊 欢迎收看台股直播室 那今天呢在 在录节目之前 我要上节目之前啊 有一个跟了我很久的这个同学 他很可爱哦 他传了一封这个LINE给我 他跟我说 他现在的小儿子都知道 买股票要买什么 要买台积电 因为妈妈买台积电啊 每次买他都赚钱 他每一次买台积电他都赚钱 所以我听到这个讯息的时候 他跟我讲这个消息的时候 其实我心情上面是很开心的 而且呢 我觉得说或许有机会啦 我来教他一下 把一些这些基本的概念啊 跟在股票市场里面的操作啊 我来训练他一下 说不定哦 他未来会成为台湾的小巴菲特 那我是巴菲特的老师 我也觉得鱼勇荣艳啊 我也觉得会满开心的啦 那我认为在股票市场其实 我们要有正确的投资观念就好了 你只要有一个正确的投资观念 就股市而言啊 他会给你一个长期而稳定的增保仇 而且每一个人你其实都要去学习他啊 以前大家都觉得做股票好像是怎样 好像在赌博啊 但是那是因为你没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那个叫做赌博 可是如果你有一个正确的操作的想法的时候 你知道这档股票他被低估的 那他被低估你敢勇敢的下去做布局的动作 这个得到的报酬率啊 他所得到的价差 就是你的勇气给你的报酬对不对 所以呢台积电在跌啊 真的679块钱跌到那时候跌破600元 市场上面一片恐慌耶 大家都怕空头在骂 多头的老师也在骂 每一个人都把台积电当落水狗一样 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 对啊 我说台积电跌下来没有错啊 可是重点是 你只要不是用追价的方式 我说实在的 我290块钱买的台积电有没有 现在这个价差有多少 你自己去算一下嘛 290块钱我就说他低估了 那你看看现在台积电 就算他跌到哪里 跌到了591块钱又怎么样 我说该买你还是要动作嘛 你还是要买嘛 因为我直接把EPS算给你看 我说今年预估大概就25块钱啊 那你用591块钱去算 今年大概就23倍的本益比嘛 可是呢 如果你用明年的EPS下去算哦 它是30块钱哦同学 所以明年是30块钱 你现在来买的话 本益比只有20倍 那我问你同学591块钱的台积电能不能买 这答案很明显的嘛 Open Book给你看啊 所以你看到今天台股大涨400点 最大的工程在哪里 就不就这一支吗 台积电嘛 今天来到哪里 634块钱的同学 591块钱到634块钱 这个价差有多少 今天你自己去算看看 两天的时间而已啊 所以我说做台积电 是每一个股民你一定要学习的 你一定要懂得怎么去做台积电啊 因为你的投资组合里面 只要有这档股票 那当然啊 长期来讲你都是股市上的赢家啊 那重点是你的买点一定要是对的啊 679块钱一堆人跑去做追价 我告诉你什么 BIOS来到高档对不对 当我的BIOS来到新高 你在这个地方去做追价的动作 就算你是台积电 他都会把你洗掉 他都一定把你给洗掉 可是台积电他还是台积电 回来的到哪一个支撑点位的时候 你该下去做布局的动作 我都有给你清楚的交代 就就一档股票就好了 而且你这一档股票 你重压你完全不会担心 你有一千万的资金 你买个五百万六百万下去 你撼动不了台积电的股价 绝对不会受到影响 那我说当你的资金量够大 你的部位够多 你买其他的股票 你不如就买一档台积电嘛 所以你买的点位是对的 你看哦 你买十张的台积电你花六百万 当时五百九十一块钱 你花不到六百万对不对 那你现在呢 你现在手上那十张的台积电 现在价值至少六百三十四万的 不是吗 所以我说 这叫做操作的公式跟方法 每一次来到那种极度悲观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在骂 大家都在骂行情不好 大家都在骂股票不好 大家都在讲说 怎么样又怎么样的 为什么只有涨台积电 那你为什么不买台积电 那我说台积电它还有高点可期哦 你不要觉得今天涨了三%多 就觉得它已经到了尽头了 那重点在于说 你的买点一定要是对的 你一定要知道什么时机点 下去做切入的动作 万丈高楼平地起 一鸣惊人天下支 只要你的节奏是对的啊 你买台积电它是跌的时候 现在一鸣惊人天下支啊 全市场的人都知道 做台积电会赚钱 连我的同学 他的小朋友都知道 做台积电会赚钱啊 那但是同学 为什么你不买 瞧不起他 觉得这种大牛股 他不会涨 觉得大牛股 他未来反弹的幅度空间不大 但是我觉得 那是你旧有的观念哦 你以前的观念是这样 你现在必须要 把你旧有的观念 通通抛开来 重新的再把你的投资的想法 再想一遍 我现在要买的 叫做破坏性创新 爆发性成长的机会 那我说 什么叫做破坏性创新 不只在你的产业上面哦 比如像电动车的族群 因为以前没有 未来会更多 那台积电 它也是属于 破坏性创新 未来会有爆发性成长的机会啊 当你符合这个条件的时候 你看连台积电 它都能够飙哦 它都能够飙哦 那它的破坏性创新在哪里 全世界目前只有台积电 有5奈米的制程 然后呢 我讲的是 量率非常高的5奈米 三星的5奈米 我告诉你 它只有台积电7奈米的 这个效能而已 所以真真实实 扎扎实实 最重要的制程 还是在台积电所上 重点在于说 下半年 明年开始 2022年 三奈米要生产了 一旦三奈米开始量产的时候 台积电又跟它的竞争对手 拉得更开了 所以呢 你看到三奈米 它是全世界最新的制程 那是不是属于破坏性的创新 那既然有破坏性的创新 未来会不会有爆发性的成长 那如果台积电 未来有爆发性的成长 你现在股价回来 不就是最好的买点吗 所以这叫做我的操作模式 养标股才能够赚到行情 买起涨 不要用追涨的方式嘛 那不要用力 我们就是等待那个时机点来了 不是价位的问题 是时机点到了 我再带你去做切入的动作 我们就买来 我们都在那个合理的位置点上面 下去做布局的动作啊 所以你光看这两天的时间 大家都在卖 每一个人都告诉你台北股票市场 没有未来的时候 如果你当时跟着我操作 你在591块钱 你下去买台积电的 光现在这个价差 告诉你啦 都够了啦 这个礼拜就涨得7%了 有谁比他厉害对不对 所以我说操作 要有公式 要有方法啦 台积电不会就这样结束了 未来还有很好的机会 他还会持续的往上供 那重点在于你要什么地方来去做切入的动作 679块 你一定可以解套 但是我希望你在股票市场里面 不是只是为了要解套而已 你不是只是为了要解套 回来的时候你不敢买 上去的时候 等到未来过高了 我相信同学你一定会很快的 把你的股票给卖掉 但是当你在卖股票的时候 同学你就中计了 你就中了他们的计了 因为你光看外资你就知道了嘛 我说外资这段时间 他在卖台积电 那你就等啊 等什么时候 等外资卖完的时候 当我的外资卖到光光了 他未来一定会怎样 他会再把它卖回来 所以我说591块钱的位置点在这个地方 你的买点是对的 向下空间有限 未来向上获利自然会无穷大 所以买点非常的重要啊 你只要第一件事情万事起头难 买股票不要用追价 你就是设一个陷阱 然后等那个价位跳进来 然后跳到了 你就catch住 你就马上catch住 catch住的时候 你的成本是非常低的情况下 你就不怕了 你在股票市场里面 你就不会害怕了 因为你知道啊 未来不管怎么样 我向下空间有限 向上获利自然会无穷啊 所以我说台积电很重要 而且它可以带出一个很重要的族群 叫做车用晶片的部分 现在全市场都在追这个东西啊 车用市场突然之间出现爆发性的成长 它突然出现爆发性的成长 所以台积电今年会大成长的原因在于哪里 除了原本的5G 除了HPC 还有车用的部分 居然怎样出现快速的一个复数 尤其是整个电动车的部分 未来五年内 它会成长将近20倍 它会有20倍的成长幅度 所以在这个当中 在这个电动车的族群里面 有很多的机会它会来临 所以这就符合了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谈的 从3C到4C 多出来的这个C叫做车用电子 这是继智慧型手机之后 最大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力道 所以你当年在智慧型手机出来的时候 你买了苹果 你知道报酬率是多少吗 它不是算帕数的 它是算倍数的 而且我告诉你 你当时在苹果还没有发表iPhone之前 你买的苹果 现在至少赚一千倍 一万块钱进去 你现在是一千万 同样的 当这个智慧型手机已经来到高原之后 未来3C要转成4C 这个4C车用电子的部分 我告诉你 现在大家没人在谈 还不知道 它都还没有看到 可是我已经看到的时候 我们现在下去做切入 就等于去买了什么 买了还没有iPhone的苹果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 来去做布局的动作 那向下空间有限 未来向上获利 自然会无穷大 时间有关系 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广告回来继续再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答头顾 新春贺喜 全面58加1 全面58加1 速度阵线02 2781 0909 2781 0909 坊间各式各样的课程 不论是投资或者是投机的一大堆 你根本无从选择哦 甚至会盲目的跟单 大部分的人甚至会怀疑 在股市中获利 必须先学会一大堆看不懂的线形图表 需要分析大量的财报数据 甚至还会担心遇到内线交易 股市被财团外资操控 散户只有被坑杀的份 吓得不敢进场做投资 我将我过去的经验 以及国家认证的专业分析 整理一套最简单最有效率的系统 并利用孙子兵法当中 道天地降法之间的哲理 告诉你外资法人 他们所不敢说的秘密 你会发现 这将巧妙的反映在股市的生态当中 股市运作的原理 只要掌握其中顺势而为 学会这套技巧 股市对你来说 是一个源源不绝的聚保盆 小资理财也会变得非常容易 你还在等什么呢 快来加入我们吧 聘雇外籍看护工家庭也可使用长照服务 外籍看护工请假时可申请喘息服务 专业人员到宅提供照护指导或沐浴车服务 交通服务接送长辈到医院 巷弄长照站等据点 辅居及居家环境改善提升生活品质 更多资讯可播1966长照专线 或至卫福部长照专区查询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台股直播室的现场 我是任俊在11点到11点半陪大家一起看盘 我刚刚跟大家谈台积电 在这个行情里面其实每一次都是台积电先做领头 但是你不要觉得说行情只会涨台积电 因为现在很多市场上面做空的老师 他们都会认为 就是说你只有涨台积电 其他中小型个股根本就在跌 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 因为台积电他要先涨上来 他先涨上来之后很多的资金 包括外资的部分包括内资的部分 他去买台积电对不对 他把资金都买了台积电之后 原本手上持有台积电的散户 他的资金就会怎样 他就会抽出来了 他就会怎样 他就会去买其他的表弟 所以我说现在你先涨台积 但是未来有些中小型的股票 他就会跟着上来 所以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这个就是这个道理 好那台积电上来之后 其实有一些中小型的股票 我们也在关注当中 但是你不能乱选 你一定要找到破坏性的创新 爆发性成长的产业 那这个产业当中 其实有两块你可以特别留意 一个叫做台积电的供应链 这个是一条龙的供应链里面 里面一定有被人家低估的标的 那另外一块呢 就是我跟大家谈的电动车的族群 现在没有 但是以后会很多 它会很多 所以我第一个看到的 像我昨天跟大家谈的 像这档标的有没有 35XX 那我当时跟大家讲 这档标的其实已经有人在买 有资金在做进场布局的一个动作 量占比从500来到29 原本默默无名 现在开始怎样 有大量的资金来去做布局的动作 所以呢 有人在做进场 我要等什么时机点下去做布局 跟着去追吗 不是啦 同学 你就知道我买好六五票嘛 所以呢 我都是等它什么 等它回到主力的成本区间的时候 我再下去做切入的动作啊 那它是台积电的供应商之一啊 那重点在于说 未来的台积电的5奈米 3奈米的部分也会发包给它来做 它未来整个很多的检测的需求 都是由它来做 那制程越高 当然毛利就越好 毛利越好赚的钱就越多 所以今年它的获利已经创新高了 股价在这个位阶点上面 我觉得太便宜了 真的太便宜了 所以一直到今天 大盘回稳一点点 马上就怎样 马上就先涨上来啦 涨的不是很多 可是重点是你的买点是对的 自然你会赚钱 那我现在呢 等什么 等未来这根大量再出来嘛 量缩回档 未来会继续涨 它会继续涨 所以呢 这根大量长虹 这一些的没有离开之前 这支勾皮回撤都是买点啊 回撤它都是买点 只是你要懂得什么 去做布局的动作 不是等它涨上来才去追哦 同学 你不要等它涨上来再去追哦 我建议你现在赶快跟上脚步来 趁这个这么便宜的位阶点上面 你先下去做卡位 向下空间有限 未来向上获利 自然才会无穷大 那包括了 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谈的 女武神跟我们讲什么 女鼓神跟我们讲说 汽车电子未来是市场的主流 我认为这个观点跟我相同 ARK基金这家公司呢 它告诉我们2021年的趋势报告当中 电动车自驾车 五年内将会爆发性的成长 这个看法跟我一样 跟我一样 那电动车今年卖了大概200万部 五年之内它会成长到4000万部 会成长20倍 它会成长20倍 所以有一些车用电子的部分 是未来既智慧型手机之后最大的一个成长的力道 你如果要买钩票你就要买这款 你就要买这种的 包括台积电的部分 它也是车用电子的一环 它绝对是最重要的一环 那其中包括往下游来做延伸 在连接器的部分也是如此 所以我看到了包括这支钩票 我当时跟他讲了特斯拉的部分 特斯拉它已经切入特斯拉的供应链 现在又有什么 又有新的 在HPC上面 它又有新的可折弯式的连接器 所以我当时我在买它 我就说我觉得这档股票太低估了 真的太贵了 但你的买点一定要是对的 大涨不追价 强势股拉回站在买房 当这档股票开始有人在买 有资金在做进场布局 我的讯号会跳出来 那我的讯号跳出来 就代表说这支钩票 未来会有飙涨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看到了一样 量占比在这个地方出现改变 240来到77 主力的成本区间在这里 所以我不要去用追价的方式 拉回我站在买房 回档的时候我站在买房 量说我回档未来会继续涨 它会继续涨 所以你看到我当时在买的时候 它是这样 白白啊 没大气啊 跟你的老师不一样 对不对 你的老师每次都在涨停盘的时候 去追价啊 然后呢 隔天跌停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啊 那我的做法是什么 我等它拉回 这支钩票我认为未来会有大空间 但我的买点一定要跟谁一样 跟这些操控者 跟这些控盘者是一样的嘛 那我的买点如果跟他们一样 向下空间有限 未来向上获利无穷大 所以你看到了买完 当天就直接创新高 当天就创新高 隔天就传出来被收购了嘛 因为强茂他要用105块钱去买它嘛 这个新闻在这里 强茂嘛 强茂105块钱公开收购 返甲意价11% 意价11% 所以因为强茂收购的关系 所以股价怎样 直接跳上来 直接来到103块 所以你说这区股票没人心知吗 没有人先在低档下去做布决动作吗 到底是消息去带动股价 还是本来就有人先知道 他已经先买好股票 如果你没有技术分析 你怎么知道 这区股票杂头已经有人在买了 你如果没有技术分析 你怎么知道 未来这个强茂会105块钱收购返甲 你竟论都不知道嘛 你看不出来嘛 你只会看到一些市场新闻 等到他真的在收购 才想要去做追价的动作 那都买乎啊 都来不及了啊 所以他现在开始不动了啊 可是我觉得 他未来还有大成长的空间 所以我不要卖 我们每一个同学 你手上有返甲的 我都先留着 我留着等什么 等整个收购完毕之后啊 甚至我可能还会去做加码的动作 我可能还会去做加码 因为3C到4C车用电子市场 是继智慧型手机之后 最大的成长了 连接器的部分 一台车子里面你去想一下 它会用到多少的连接器啊 一只手机用的连接器不多呢 可是呢 一台汽车里面 它用的连接器 它是手机的百倍千倍以上啊 所以我觉得 这个强貌它收购返甲 有它的道理啊 但是我觉得它出价太便宜了 太过于侮辱这家公司 所以我觉得不要卖 我认为你就抱着就好了 等待来到一个合理的时机 我还会叫你再去做一个加码的动作 这个叫做操作的公式 这个叫做操作的方法 我都没叫你去撤勾票 强势股拉回站在买房 向下空间有限 未来向上获利自然会无穷大 所以像这一次也是一样的哦 1593的齐华 我在买它的时候 我一样先把主力的成本区间抓出来 控盘者它的想法在哪里 在这个位置点上面 对不对 所以呢量占比从300来到50 哇大量耶 300来到50 甚至是真的很大量的资金在买了哦 我在买的时候呢 我大涨我不去做追价 强势股拉回站在买房 我买它它是这样跌下来的耶 它是这样拉下哦 它是这样重挫的哦 指数跌91点 它当天打到6.97% 跌了快7个% 6.97%哦 跌了快7% 我叫我的同学在这个地方 下去做布局的动作 大家可能你有感觉说 哦 老师 你是买这种股票又没有涨停 那为什么你要买 对啊 我说没有涨停最好买啊 你用我的抗讯你不怕啊 我每个同学都敢买啊 那买下去之后你就看啊 过了几天没多久 来到125块钱有没有 你100块买在这里 你100块钱买的在这里 我的这个位置点上面 叫做跟主力的成本差不多 向下空间有限 未来向上获利无穷大 所以到当天来到亮灯涨停 涨幅25% 你以为涨25%就结束了吗 哪有那么容易 后面再来涨36% 后面再来涨46% 到后面再来涨52% 直接一直往上创新高 而且重点啊 同学 这段时间 我买完之后这段时间 台北股票是大跌的 创历史新高之后 一直往下摘 这档股票反而怎样 一直往上喷 逆势的往上一直往上去走强 为什么会这么强 因为这支股票就是有人在做啊 就是有人已经看到了 看到他的机会 他已经下去做切入的动作 否则量占比 怎么会从300来到50 那你的买点在哪边 量缩回档继续涨 涨给你看啊 涨给你看啊 我没有跟你讲死档白档 我就跟你讲这个 我就跟你讲这几句而已 我就跟你讲这些啊 所以我说未来Peloton有没有 现在他切入了Peloton的供应链 这一家公司在美国 现在他的这个品牌销售得非常好 因为订阅式服务的关系 完全创新 这叫做破坏性的创新爆发性的成长 所以呢 像类似这样的标的 我告诉你还有很多 包括在台积电的供应链里面 包括在哪里 包括在整个电动车的供应链里面 所以我觉得你的时间没有很多 因为趁着行情回档的时候 你一定要赶快去做布局的动作 台股呢 在年前你还有机会 你还有机会再下去做切入 再买到破坏性创新 爆发性成长的股票 可是你一定要选对 不只要选对你的价位一定要买对 如果你真的找不到公司跟方法的 可是你又很想跟上老师 一起来做车用电子的 你又很想跟上老师 在取未来我们来切入这个叫 智慧型手机之后 最大的一个成长的族群的 我建议你趁着过年的时间 赶快拨动电话 赶快拨动电话 因为现在新春客戏全面50%再加1 全面50%再加1 这个是我们公司给同学们 各位每一位投资朋友们 一个最大的新年红包 那一旦错过了 不只是错过股票而已 你不只错过了齐华 不只错过了车房店 甚至你连台积电你都错过了 我不晓得你要错过到什么时候 但是既然公司有这个机会点 我建议你赶快跟上脚步来 新春客戏全面50%加1 真的时间不多了 时间已经不多了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预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现在上YouTube订阅运通财经台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一击在手 走到哪看到哪 YouTube24小时 线上直播最及时 分析师精准盘式解析 随选随看 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运达投顾新春贺喜 恭喜新春人望财望 熟来宝接金牛财 2021金牛送财 2021牛转乾坤 2021牛来运转财富狂奔 运达投顾祝福大家 新春佳节天福又天财 运达投顾新春贺喜 全面50%加1 全面50%加1 速破转线0227810909 27810909 坊间各式各样的课程 无论是投资或者是投机的一大堆 你根本无从选择 甚至会盲目地跟单 大部分的人甚至会怀疑 在股市中获利 必须先学会一大堆看不懂的线形图表 需要分析大量的财报数据 甚至还会担心遇到内线交易 股市被财团外资操控 散户只有被坑杀的份 吓得不敢进场做投资 我将我过去的经验 以及国家认证的专业分析 整理一套最简单最有效率的系统 并利用孙子